哈囉 各位風暴群 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其力與你同在 女王 欸 我的女王 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帥狗要跟大家聊聊一個 我覺得在遊戲王的歷史上 還蠻有趣的一個話題啦 就是幾年前 可能是我們小學的時候 最常大家彼此間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 來 這張卡 龍神戰士 它到底是什麼種族 欸 包波 今天這支影片我要讓 沒有玩過遊戲王卡的女王 來回答這個問題 欸 是不是 因為其實這個 我記得以前小學的時候 我們會因為這個怪獸種族吵架 就說 它是什麼族 我看在日本啊 或是台灣的一些論壇 也會討論說 這隻怪獸種族 是不是弄錯了 現在呢 我們就來考考女王 這隻龍神戰士 它到底是什麼種族的怪獸 官方宣稱只有8.1%的人 能夠回答出正確答案 讓我們來看看女王軍 是不是那少數的8.1% 在讓你回答問題之前 在讓你回答問題之前 然後你回答問題 然後你回答問題 你回答問題 你回答問題 就是 把你的怪獸犧牲掉 召喚更高級的怪獸 沒錯 沒錯 更高級的怪獸 那龍神戰士這張卡 在這個階段登場 它成為 城市內的主力下怪之一 攻擊力1500 然後是個沒有效果的通常怪獸 好 那這張卡的文字敘述 它是用超高劍術的蜥蜴人 他揮出來的劍 跟音速一樣快 比比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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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它的名字叫龍神戰士 這也是它的美術圖 精美的美術圖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它的大彎刀 OK 看完了 基本設定都聊完了 那麼 我們來問你 請問龍神戰士究竟是什麼種族 答案A 龍族 遊戲網最牛的種族之一啊 真的很多卡都跟龍族有關 特別是 K社 就遊戲網的射擊公司 他們有龍矮的美誼 他們喜歡龍 好 答案B 獸族 我想要怎麼跟你普通獸族 獸族通常都是 像你手上一部這種可愛啊 就是狗狗貓貓啊 或是獅子老虎 通常都是獸族 通常 但也有長得像人的野獸 所以 這隻龍是有機會的 然後答案C 爬蟲族 是不是 你它是蜥蜴啊 對它是蜥蜴嘛 所以 爬蟲族 可能性很高 遊戲網有沒有爬蟲族 有 遊戲網有爬蟲族 而且 冷知識啦 如果沒有看遊戲網動畫後續的 或是玩卡 可能不知道 遊戲網呢 號稱擁有最強抗性的怪獸 就是爬蟲族 他叫做蛇神 帥狗之前有做過影片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好 那 答案D 獸 戰士族 什麼是獸戰士族 我覺得它的定義很妙 獸戰士族的怪獸 通常都是獸人 就是有點像獸人 然後都會拿武器 所以其實龍神戰士 還蠻符合它的形狀的 那麼 就這四個給你選 你覺得龍神戰士 它 是什麼種族 如果 如果它是龍族的話 它應該就是 一隻大龍在天上 然後它就是那種很弱的小兵 就一大拳在下面打架那種 哇 你都還沒回答答案 你就先重重傷害了它 沒關係 它就只是 它只是下怪 所以 你要這樣講也沒什麼邏輯上的問題 如果它是獸族的話 感覺地位 喔 提升一點 為什麼 因為感覺它就是那種 因為獸人 通常都不會太大隻 所以它感覺就是 跟 跟 可能有點將軍的地位吧 嗯 你覺得它可能是比較高階級 如果 如果是獸族 它是屬於高階級的士兵 沒有錯 那 其實 其實這樣講的話 那什麼獸戰士族也很適合啊 對不對 又有士兵的元素更適合啊 獸戰士族的話 感覺他們就是 比將軍低一點的 為什麼 獸應該是更加野蠻 戰士才有那個系統 因為獸戰士 感覺會用兩隻腳走路啊 那個獸族感覺 比較低界的是用 趴的 真的是 提示 好 沒關係 我無法get到你的點 別放在欣賞 請繼續作答 爬蟲族它一定就是很厲害的那種 一定是那種最高階的 修煉成金的那種類型 對 對 OK 好 然後再來是 剛剛你有聊過獸戰士族了 對啊 所以 結論是 你覺得它是什麼種族 蛤 它是蜥蜴人啊 對 它是蜥蜴人 蜥蜴人是爬蟲族啊 所以 女王的答案是 爬蟲族 好在公布答案之前 各位 你可以跟女王一樣 在首播聊天室 或是彈簿裡面 刷一個 你覺得答案究竟是 哪一個 來 那麼就是倒數囉 3 2 1 恭喜女王 答錯了 答案是B 它是獸主 有什麼差別啊 獸不就代表是 我不知道 因為怪獸不就是龍爬蟲 都是怪獸啊 欸 可是你這樣講就是 但是它又有龍族啊 我覺得這會成為一個討論的話題 不是沒有原因啊 因為 龍族 爬蟲族 嚴格來講都更適合它的設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 K是在設計這張卡獸 把它放在了獸主 它可能是 欸 覺得好像每個都可以 然後最後腳手布 剪刀石頭布 然後獸主人贏了 我覺得 然後就是獸主 如果用這種邏輯設計遊戲的話 我覺得 如果我們聊稍微 這專業一點點的遊戲領域的話 這張卡定義層龍族可能比較強 因為遊戲王很多龍族的配套卡片 所以它定義層龍族 哇 那這張卡可以做的事情 會比較多 他這邊小兵了 他現在 不是人家當獸主也是小兵啊 他看起來也是小兵啊 就是如果他是龍族的話 你不覺得嗎 想像一下就是一隻龍在天上飛 然後下面一大堆一隻龍 然後散事 長這個樣子超好奔過來是不是 對啊 不敢想像 不用想給你畫面 不用想給你畫面 那答案就是B 受阻不知道你有沒有猜到 不覺得他每個很像嗎 對啊你講到重點啊 他每個都很像啊 所以一定是喜巴拉來的 所以你覺得一定是喜巴拉 對啊 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定義 就 直硬幣啊 欸其實 這不是我要 其實 這遊戲早期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都是模擬兩可 或是規則不夠完整啊 所以你說喜巴拉 不是不可能 但我覺得有更高可能性 是設計失誤啦 對對對 學巴拉也太不負責任了吧 所以有時候 說不定就真的是這樣欸 然後 然後為了要對外宣傳 啊我們不是這麼隨便決定來了 所以才這樣子 跟對外講說 我們是 慎重決定來的 他們也沒跟外面說什麼 我很慎重的設定 這張卡的屬性 沒有 並沒有 對對對 因為他只是一個下怪 他只是一個小兵 所以不重要 不 他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想跟大家聊的卡片 應該也算是 ACG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話題 那未來 各位想看我們聊什麼其他卡片 或是 你覺得什麼話題 ACG話題你覺得特別有趣 都可以在留言區啊 或帶我們分享 我們未來早期間跟大家聊 另外呢 跟大家預告一下 帥狗計畫 在一週內 更新一隻 我覺得是 ACG領域 特別 容易拿出來發揮的 中二主題 一個很中二的 元素啦 如果各位想看這支影片 不想錯過的話 千萬千萬幫我訂閱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而且鈴鐺都打開了全部通知 因為目前YT的演算法 其實對 想要嘗試多元創作的創作者來說 非常的不友善 而且久了 容易給一個頻道 凝聚一個非常厚的同溫層 所以如果你不想被YT演算法坑的話 鈴鐺記得打開喔 好 那以上這支影片的全部流 謝謝你看到最後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